大家好,我是牙保江,歡迎收看收聽財警察局 今天的題目是 習近平親自指揮,中證監主席成為代罪羔羊 宋韜形龍,農年首次與各位讀者會面 祝各位農年進步,最重要是投資平安 回顧剛剛過去的套年可謂不堪回首 恆指全個套年累跌近三成,成為歷來表現最差的套年 展望龍年的投資運程,根據往跡 恆指過往的四次龍年都錄得正回報 希望今年不會例外 確實今年以來中國股市的投資者 經歷了令人無骨悚然的日子 事實上過去一個月,內地金融市場已經步入 三日一小招,五日一大招的全民救市行動 中央不斷出招維穩股市 由人行突然下調存款準備金率 放寬房企融資,又表明央企要市值管理 到通過中央匯金、公司等國家隊具體增援 甚至全民要設立2萬億人民幣的平準基金救市 但作用往往都是彈花一現 股市短期提震之後,很快又打回圓形 面對金融市場如此不振 甚至可能影響經濟以至銀行體系的穩定 連一向不太關心股市表現的國家主席 習近平也要落場親自指揮、親自部署 彭博引述消息說 在2月6日,習近平要親自過問股市聽取情況匯報 聽取中證監等部位通報市況和最新決策 而到第二天,即是年28,洗勒塔 中央就公布證監會主席易匯門被免職 消息即時震動金融市場 據報就連業界乃至中證監的內部都感到意外 易匯門自2019年起執掌中證監 他目前59歲 距離正部級的官員65歲退休年齡 仍然有一段日子 因此這次離職實在令人相當意外 易匯門之前是工商銀行的董事長 我相當欣賞他的為人 包括帶領工行成為中國最大的銀行 甚至成為全球系統性最重要的金融機構之一 更重要是他的個人作風平實 面對當時銀行壞帳問題惡化 他是切實向外交代問題 不掩飾、不迴避 當他接任中證監主席的時候 我確實認為是心慶得人 回顧他過去五年的公過必須要指出 易匯門任內最重大的改革 是落實新股註冊制 帶動上交鎖和深交鎖 分別成為去年全球新股上市排名的冠亞軍 股市亦都一度受帶動 湖深爭白指數在2020年一度逼近6000點 但是成也新股、敗也新股 基於股票供應量大增壓 亦都被視為導致A股市場流血不止的原因 難怪有股民會歡呼大快人心 確實掌管中國的證券監管機構是一項危險工作 市場暴跌很可能就會結束他們的職業生涯 甚至有更差的下場 易匯門並不是第一位在股市暴跌就下台的官員 由2015年熔斷機制出事 引發股災導致超降下台 到接任的劉士瑜 在2019年因為股市暴跌過千點被免職 後來劉士瑜更加因為貪腐接受調查 成為中證監力利最高級別的官員被調查 可見力利中證監主席都會成為股市下跌的代罪羔羊 事實上和全世界的監管機構最高層角色不同 中證監的主席除了要負責監管工作 更加很神奇地承擔了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作為證券監管機構的職責就是要防止股市下跌 特別是要避免基於政治理由 令到領導人要面對尷尬的市場下跌 據彭博報導這次易匯門突然避免去中證監主席的職務 也有不尋常的地方 因為平時有關鍵的人事變動 中央組織部會先發內部通知 然後才對外宣布消息 但這次在新華社對外發布消息之前 中組部竟然沒有發出內部通知 就連業界和中證監內部都感到意外 而同前任樓市余備免職時說工作會另有安排 今次易匯門的簡短離任報告 並沒有對罷免的決定做任何解釋 基於工商銀行近日多名的前任高層 已經成為廣泛的腐敗調查對象 令人擔心易匯門可能會重蹈前任的下場 在易匯門被免職之際 當局還加大了對工行旗下工人亞洲前高層主管的調查力度 尤其是有媒體最近報導一篇文章的標題 說工人國際的前高層主管相繼落馬 在去年11月 該行的前副董事長張紅利因為腐敗調查而被拘留 在他拘留之前 至少有十多名其他工行的前高層遭到了拘捕行動 曾經在香港工人國際部門任職的野村銀行高級銀行家 黃忠禍被禁止離開內地 消息也觸發了多家在在華有業務的跨國銀行高層 人人事危 單單將中證監主席一職換人 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任何事情 股市表現反映的是經濟增長的長期疲弱和信心不足 除非中央政府能解決這個問題 否則股市只會繼續掙扎 經濟學人的封面專題誰在控制 習近平對疫市場 就指出近年中港股市表現跑輸全球 問題根源在於習近平的政策制定不穩定 包括過去幾年 對科技行業的監管打壓了投資者的信心 而過分強調清零政策是另一場的慘敗 至於政府在房地產危機上的猶疑不決 更加嚴重削弱民間儲蓄和信心 並將經濟捲入螺旋式的通縮 最新數據表明一月的CPI按年下跌0.8% 是2009年9月以來最低 並且連續四個月陷入通縮 由習近平近日表態要親自指揮親自部署 反映了他似乎知道出了問題 除了撤換易匯門之外 政府也都限制沽空行動 並且命令國家隊出手購買股票 這些措施可能會暫時支持股價 但這種人為的干預 只會暴露中央對市場的不信任 事實上習近平不但沒有接受廣泛的變革要求 反而以政治手段解決經濟問題 在國內對經濟的公開批評被滅聲 海外的投資者也都難以取得財務數據 這些只會害怕投資者 習近平在最近的新年賀辭提到 放眼全球仍然是風景這邊獨好 號召共同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 但這種空談的口號 既騙不到海外的投資者 也都握不到內地的股問 中證監幾任主席都被視為 揹鍋要下台 每次換人 往往可以為股民帶來 大化人心的樂觀感受 但很快就會發現 基本上是換湯不換藥 變革的真正障礙 是源於習近平的個人信念 即是他和共產黨必須要完全控制 並且不信任市場力量 重新要贏得投資者的信任 需要重新思考 國家在經濟中的角色 但顯然 習近平不大可能會放鬆控制 投資者應該在新一年 好自為之 今集說到這裡 我們下星期再會 MING PAO CANADA